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挥汗 能拼出好成绩绝非偶然 除了长年的苦练 或是绝佳的天赋支持 又或者是克服每一次伤痛 再度站起来 才换来这些甜美果实 国内实际上有很多优秀的行动 那么整个在成长过程当中 那么在成名之前 那么他们的父母 可能为了这些小孩子 就这一个训练培养 所以他可能需要拿房子去抵押 然后拿一些钱来给小孩子 所以他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个错德会经营你 更想要去完成你的梦想或者目标 我觉得这其中成长是 我变得比较乐观 当运动员专注在训练的时候 生活所需的开销 或是参赛训练花费 从哪里来呢 中华奥会主席林宏道 陪同国手们参与过许多国际大赛 深刻体会运动员拼占精神 能感动所有人 所以他也思考着 如何帮助更多运动员 无后顾之忧地专注在训练 好的运动员一辈子投入在这一个他的运动场上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造成这些运动员 我也希望可以代表台湾 参加世界锦标赛还有奥运 都可以多排 以多排为目标 这个是很难 但是中国队很强大 然后我们虽然一直把他们当作是我们目标 一直在追 但是要打败他们没有不可能 就是要练得比他们多 付出比他们多 有梦想 有拼劲 愿意全力以赴 这些运动员都值得更多的协助 因此在领主席力邀之下 企业界纷纷表示 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选手 所以中华奥会依不容辞扮演了梅河 桥梁的角色 搭起选手跟企业界互助互惠的平台 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善尽社会责任 选手也能够心无旁悟 创造夹击 那么去年年底 DEP有12家企业赞助了这个 各社会选手 然后让我们优秀的潜力选手 也不要因为经济的问题 或者因为这一个家庭的因素 而没有办法让他们去成长 并一阶段由企业指名赞助的选手 分别是在第二届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以及第17届仍穿亚洲运动会 表现优异或是有潜力的优秀选手 企业赞助我的话 我的父母亲可以减少对我的负担 就是花比赛还有训练费之类的 中华奥会也期盼第一波的企业赞助 能够有抛砖引力的效果 日后逐步扩大计划 帮助更多运动员 全力在竞技场上 赞同同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